螃蟹吃法应该是这样的 第一步 取出小方桌 将螃蟹放在小方桌上 第二步 取出专用小锤 敲打大大蟹的后盖 这样做的目的是 使壳肉分离 第三步 取出专用剪刀 剪下螃蟹所有的腿 蟹腿里面全是肉 先吃腿 首先剪掉大腿两边的大关节 小腿剪得剩一小节 用它的小腿插入它的大腿 它的大腿肉就OK了 吃完蟹腿以后吃身体 先用剪刀把它的壳剪成两半 就像瓢虫一样 从两侧把它的蟹壳扒掉 这样做的目的是 保持蟹黄的完整而不被破坏 螃蟹后背中央 黑皮的底下有一些白块 这是螃蟹的心脏 扔掉 身体的两侧蟹黄的下边 这是螃蟹用来呼吸的腮 不要吃 扔掉 蟹黄的最前面有一个硬壳 这是螃蟹的嘴和牙 扔掉 与嘴相连的这个透明的三角形 这是螃蟹的胃 不要吃 扔掉 螃蟹的肚脐是用来排泄的 这里面会有黑色的奥利给 不要吃 也扔掉 最后一步 从中间把它掰断 这时候千万不要着急吃 你看这里 蟹黄里面有一节白色的小管 这是它的肠子 不要吃 扔掉 把那些不能吃的去完了以后 剩余的是全都可以吃的 你学会了吗